在特朗普被民主党发起的弹劾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 金毛失望为了转移矛盾和视线 祭出了非常狠的一招 这是特朗普的出手 注定引发海啸般的后果 从而引发彻底的决裂 并使全球地缘政治变得更加危险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这其中的内容就包括对参与北溪二项目的企业实施制裁 要知道特朗普及其美国官僚集团 一直竭力阻止北溪二项目 但过去并没有其对其中的企业进行制裁 因此这次制裁是十无前例的升级 原来俄罗斯输送到欧洲的天然气都是经过乌克兰 因为克里米亚问题 俄罗斯与乌克兰实际上处于战争状态 因此俄罗斯经过乌克兰 将天然气输送到了欧洲就变得风险重重 在这种情况下 俄罗斯和欧洲正新建一条新的运输管道 这就是北溪二项目 这个项目全长1224公里 从俄罗斯穿过布洛迪海 将天然气运输到德国和其他国家 欧洲很多国家都参与了这条管道项目的建设 毕竟这是欧洲国家的民生工程 一旦这一条管道建设完成 可以为欧洲提供每年33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可以满足欧洲对天然气十分之一的需求 这可是非常大的一个工程 尤其是德国将从这个项目中获益很大 因此德国也非常积极参与到了这个项目中 而特朗普的战略是为了完成美国经济的重新崛起 主导美国加大云油天然气的出口 因此他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欧洲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 冲尔施压欧洲从美国进口天然气 俄罗斯与欧洲的北溪二项目就成为了特朗普的眼中钉 露中尺 他已经成功地将欧洲从伊朗进口原油天然气的途径切断 谁要是从伊朗进口原油天然气就制裁谁 整个欧洲在美国制裁伊朗的过程中损失产总 欧洲不得不认其通生 但这次又轮到了俄罗斯 要是欧洲不能够从伊朗和俄罗斯进口原油天然气 那么欧洲的能源困境就形成了 能源的战略安全就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这个时候一旦特朗普的阴谋得逞 那么欧洲只能从美国进口高价的天然气 而且运输成本也更贵 这是在特朗普要求德国等欧洲国家 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后再一次施压欧洲 要求欧洲购买美国的天然气 为了阻止欧洲国家参与北西奥项目的建设 美国还制造了几起事件 只要北西奥管道项目经过哪个国家 哪个国家就会与俄罗斯发生特工纠纷 而这后面的制造者就是美国 目的就是为了阻止北西奥项目 特工纠纷引发了德国的强烈抗议 德国驱逐了两名俄罗斯外交人员 导致了德国与俄罗斯最近的关系有恶化的倾向 这一事件非常诡异 引发了一系列的后果 让一批反对北西奥项目的美国政客开始蠢蠢欲动 他们抓住了这一事件 施压德国放弃北西奥项目 放弃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 在这个时候德国总理默克尔还是非常清醒的 如果这个时候放弃北西奥项目 德国的利益损失将是无比巨大的 放弃伊朗已经让德国损失惨重 如果再放弃北西奥 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德国输得非常差 如果默克尔屈服了 放弃北西奥项目 那接下来特兰普又将施压德国大幅度提高军费 可见特兰普绝对会得寸进尺 不会上罢甘休 这个时候德国要做的就是顶住美国的压力 看争到底 德国政府今天公开表示 德国拒绝接受美国的欲外制裁 美国的制裁影响了德国和欧洲的企业 构成了对德国和欧洲内政的干涉 德国政府今天的发言显示 德国不会因为美国的制裁 而停止参与北西奥管道建幕 而俄罗斯政府则对此表示强烈抗议 俄罗斯政府外交发言人表示 一个背负22万亿美元负债的美国政府 正在阻止全世界信任良好的国家发展经济 美国才是这个世界的强盗 接下来美国会让大家停止呼吸 因为他们还想通过阻止大家呼吸来收费 俄罗斯还表示将不会惧怕任何制裁 将继续推进北西奥管道项目的建设 与此同时欧洲的企业也表示 将继续参与到北西奥管道项目中去 不会因为美国的制裁而放弃 可以说这次特朗普非常狠 欧洲不可能放弃北西奥项目 因此美国将不得不制裁欧洲参与这个项目的企业 这意味着传统的盟友之间分裂已经无法避免 而对于俄罗斯一旦北西奥项目因制裁而复制的话 那么俄罗斯的经济将受到巨大的冲击 接下来俄罗斯通往欧洲的能源出口会出现大问题 这是俄罗斯不愿意看到的 甚至是无法承受的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特朗普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已经不顾一切后果对外禁止制裁 因此各个国家都需要对此做好万全的准备 包括中国和中国的企业也同样如此 需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现在的特朗普已经善失了基本的理性 包括华为等企业 必须要做好美国发动终极制裁的准备 比如提出Swerft系统等等 一旦德国的企业被制裁 那么就应该彻底放弃特朗普会手下留情的幻想 正如任正非曾经说过的一样 终极一战无法避免 那些随意搞制裁插手他国内政的老毛病 或许终于要让美国沦为众矢之的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金律对媒体表示 尽管受到美国制裁 北西奥项目能将会完工 不仅如此拉夫罗夫还直接要害 列出三点不可反驳的理由 尝试回应美方的制裁 在分析俄罗斯的三点回击之前 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整件事的前因后果 首先可谓北西奥项目 北西奥是俄罗斯天然气巨头和五家欧盟公司的合作项目 目的是通过铺设一条途经波罗的海和德国的管道 向欧盟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天然气支援 防止途经乌克兰的北西奥天然气管道 因乌克兰问题被迫中断 也就是说北西奥是十分重要的能源战略备胎 该项目如果正常运行 不仅仅俄罗斯会赚得盆满钵满 沿途的欧洲国家也会享受便利 解决天然气支援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 俄罗斯将会因此和欧洲国家加强地域合作 尤其是与最大收益方德国 他们很可能会成为至关重要的能源合作伙伴 于是美国不乐意了 作为俄罗斯的对手 美国签署了一项制裁方案 目标直指俄罗斯和德国 只能说美国除了制裁还是制裁 美国霸权主义最好的体现方式就是经济制裁 可最近的一桩桩时间告诉我们 美国的制裁正在一点点失去效应 被制裁者悬挤了 开始反抗了 首先就是德国铁娘子默克尔 在白宫签订制裁法案之后 默克尔强势表态 将反对美国的超地域现场 并坚决抵制这一制裁举动 德国媒体还将这一行为定义为 明确地再对美国宣战 默克尔这番脚板 不仅打脸美国干涉他国事务 还变相地支持了俄罗斯 以及这次北溪二号项目 默克尔都发理了 俄罗斯当然不能落下 这才有了拉夫罗夫的商店强硬回击 首先俄罗斯外长表示 我相信欧洲人了解他们的商业利益 这句话可谓欲语双关 还记得再次之前 美国驻德国外交大犯绝齿 说美国对北溪二号的制裁 十分清欧的决定 很多欧洲国家都对此表示了感谢 并且给出了支持 可每当问及究竟是哪家国家实斥是 这位外交官却变得吭糊鸡翅 说这番话真假难辨 更像是美国为了引导舆论的直嗨行为 俄罗斯这句话却直接点灭了 这是一次关乎欧洲利益的商业合作 相信在利益的驱使下 欧洲人不会像美国人口中说的那样 急于支持 既戳穿了美国的谎言 又给合作伙伴驳回了信誉 其次俄罗斯外长还说 他们有确保能源长期安全的兴趣 还是能源问题 还是利益问题 北溪二号一旦建成 每年将与平行的北溪一号管道 一同输送 总计五百五十亿立方米的 俄罗斯天然气至欧洲 这样的大买卖 欧洲人实在是没理由拒绝 最后一点俄罗斯外长表示 他们也因为制裁而门羞 我们的欧洲伙伴 仍然是会维持他们的至尊 这一事不就是说 美国这回的制裁大刀 都挥到了你们欧洲人的头上 你们难道都不觉得杀至尊吗 要是你们欧洲人 真的屈服于美国的制裁 那也太没出息了 俄罗斯这三点强硬会进 可谓是句句吭枪 坚决不给美国反驳的余地 当然美国也实在没有震荡的理由 能反驳了 或许北希尔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 美国这次制裁 既得罪了俄罗斯 又得罪了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 还遭遇了连方的呛声 也算是至讨苦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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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